今天我们飘着一艘云光绿的船阀 仔细看这艘船结构相当简陋 船只上岸后可以看到这艘渔船 仅用电焊支架搭配泡棉 保力龙板以及剪影木板制造船只 原来有一名中国籍男子 自称向往民主自由 于是自制剪影船只 偷渡到乌丘 不过一上岸就被发现 由福建一带海岸地区 以自制福聚航行至台湾地区 本案将依违反 入出国移民法及国安法 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这起偷渡案件发生在27号晚间 一名中国籍理性偷渡客 打造这艘检疫船只 从福建沿岸出海在乌丘上岸 军方马上通报金门巡岸队 将人带回隔离留置 再搭船送到金门 因为正值防疫期间 要先隔离14天 后续还会依照违反移民法 国安法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国安法移民法